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浩 今天就是9月1日 剛剛過了831 我們會說到831四周年 究竟全球有什麼活動呢? 我們今天知道 香港很多人在看這個影片 都是放著颱風假 其實都是受颱風的吹襲 大家知道 這個蘇拉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一個出速度 會由東至西 略過香港 南邊50公里的地方 也會在今天 香港時間的下午 6點至9點左右 就會掛起9號列封信號 會不會掛到10號波 就不知道 8、9、10沒有分別 相當嚴峻的局面 希望大家 好好保重 做好防風措施 在台灣 當然也會下一波 這個週末 承受另一個颱風 來這個地方 就叫海葵 海葵的相當大的雨量 會帶給北部和東部的地區 希望大家 做好防風措施 不要相信那些什麼歷場 什麼賽事歷場 蔡英文歷場 什麼賴清德歷場 這些搞這些事情 是剝花生融的 其實都不是真的有個歷場 天氣的變化 跟這些人的炒作 沒有關係 希望大家 不需要去做這樣的說明 但肯定就是說 這個週末 會略過台灣本島 相信現在路徑 越來越接近台灣的海葵 在香港 就是今晚 就會有這個 蘇拉的秋取集 說會有山竹 甚至是以前 我都沒有經歷過 溫代時期 那個 吹襲的裂風程度 大家 是不是真與假 就拭無以待 但我們看回 831的新聞 都值得關注 希望大家 繼續關注桑普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月初 一月之計 在於初 最重要是 subscribe 桑普的Patreon 幫助台灣的業會 以及幫助本人 在這裏所有的事業和服務 希望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以及看完廣告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支持贊助他本人 多謝大家 香港人就是 離散了很多天 去到英國那裏 依然沒有忘記 4年了 我們沒有忘記 我希望40年 400年 我們都不會忘記 當然這個耐力賽 持久戰 說的是resilience 說的是perseverance 說的是人性 說的是堅毅 你肯去堅毅去做一些事的話 肯定會有一天 會成功的 但我們希望大家 有一種 在黑暗中 繼續堅持的精神 這點很重要 831事件4周年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 就是海外港人 仍然堅持集會悼念 英國 至少六座城市 離散港人 發起紀念活動 我經常都說 2個C 2個A commemoration community building 跟著 advocacy 跟assistance 是這四樣東西 是最重要的 即使你不做媒體 即使你不做本業 你真是為香港 所做的一些事的話 這四樣東西 2C's and 2A's are the keys to Hong Kong 即是 revival 你想想 這一種內力 是有多遲到 英國至少六個城市 發起紀念活動 倫敦 超過一百名的港人 參加集會 抗議港警濫捕 悼念831事件1 倫敦的831集會 就是市中心的 Picatilly Circus 這個就是 很出名的一個 地標 主題就是 無望831太子站 警暴集會 及烈士悼念會 在當地的晚上 就是831的晚上已經過去了 831的晚上 英國時間的六點半 舉行 超過一百名的參與人士到場 部分人身穿黑衣 手持橫額 揮動光時其次 唱起怨榮光歸香港 另外英國好倫社教會 再帶領參與人士 為831事件 默哀一分鐘 這件事我們覺得相當 開心 開心的 起碼是很溫暖 起碼有人記住 記住這件事 831當然不值得開心 但我們就是說 這種大家的熱情 是令我們相當欣慰的 除了倫敦之外 除了倫敦之外 英國其他五個城市 都有紀念活動 Edinburgh 博明堂 即是外天堡 白明漢 曼城 都悼念831事件 希望繼續尋求真相 很多人都指出 當日 根本上是 中國的公安 中國的國安 中國的武警 是衝到來香港 假扮這個 衝紅小隊去執法 很多的手法 似乎不是香港訓練這樣 後來這種情況 越演越烈 聽說每五個香港警察 一個是由中國來的 這種情況 甚至不懂得說廣東話 這種情況相當嚴峻 大家都是唱著玉明光 大家都記住這件事 是吧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五代訴求 決一不可 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反抗 香港人保守 為當時很多的口號 我們都鳴記在心 我們當然不會記住很多的仇恨 我們要放下這些 焦慮的負罪感 但更重要的是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旗幟 依然會在未來的時間 繼續贊放 全球各地不會心死 依然都是會 香港未來的前途 繼續奮鬥 這一點是重要的 很多人都唱 黎明來都 要光復這香港 同行兒女 為正義 時代革命 主辦方是英倫 好倫社會 我很多謝他們 他們在英國好幾個城市 都有他們聚會的地方 他們非常謙卑的上帝無人 部分人士 我自己親身是認識的 亦都相當刻苦 照顧自己家庭 受盡很多冷言冷語 甚至誹謗 說他們是共諜等等的事 但他們依然是堅毅的 為很多離散在英國的香港人 來繼續服務 繼續做上帝要做的事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非常感謝 英倫好倫社會 是他們展現出一種真正的力量 不受很多人流言的蜚語所嚇怕 那主辦方再帶領參與人士 是為831事件默外一分鐘的 不要忘記再說多一次 19年831我們絕對不會忘記 也都拒絕為莫 當年的一批示威者 和反對示威者的乘客 在地鐵署發生口角 那群人 是否專門像721模式的翻版 等於故意挑釁 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這一點 接著當名的防暴警察 和港警速龍小隊成員 衝入太子的地鐵站 在月台和列車內 以警棍、警槍和胡椒噴霧 無差別襲擊市民 發生口角 需不需要用這樣的暴力來處理呢? 這個肯定已經完全過渡的情況 事隔四年 這一班海外港人 並未忘記參與集會的陳小姐 接受自由亞洲田的訪問 她十幾年前由中國移居香港 因為看到香港的政治狀況變差 今年年初再度定居英國 希望獲得自由 雖然陳小姐並非香港土生土長 但心是831事件 陳小姐說 當時在電視畫面見到831 都很生氣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 為何要這樣傷害人 她說 我覺得他們被襲擊的市民很無辜 大家都為了這個日子 我覺得我們應該都要站出來 都要為了自由 以及悼念犧牲的日子 沒有放下 因為平時都會關注大家的活動 反而更記得這個日子 另一位是W的小姐 抵達英國已經兩年半 今次是她第三次參加831的悼念活動 即使離開香港一段時間 但至今仍然未能放下香港 她說 所有事都是溺溺在目 不可以忘記 也都不會忘記 只不過真是四年了 始終有些形象化的圖畫畫面 比較模糊 但是深刻的印象是存在的 也都知道831發生什麼事 在離開香港的時候 親自到太子地鐵站門口 打算獻花 我亦都不能放下花的各位民眾 所以過度來這裡 我每一年都希望用自己的身體 告訴別人 我們不能忘記 香港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 不單是831 英國人權組織 HKW的創辦人 Benedict Rogers 這個非常為香港發聲的英國人 在台上發言 希望繼續尋求真相 向港府和港警追究責任 除了倫敦 英國其他至少五個城市 都有紀念活動 包括 愛丁堡、百明漢、萬城 悼念發生什麼事件 希望繼續尋求真相 所以很感謝很多同道 繼續 be water refuse to forget 繼續不會為亡 繼續為香港做更多的事 而香港又有人遺忘了嗎 沒有的 香港依然沒有很多事情 很多人繼續努力 我昨天做了一個節目之後 再看新聞 發現有更多新聞湧現出來 我覺得勇敢的人 怎只一個人 我昨天就說 有一個人 悼念骨弓 就被人拍牆 那位姓潘的先生 我們會說到 但我們見到不止一個人 我會覺得很多人 依然在做悼念活動 被港共政權標籤為軟對抗 事實上他們在做公義的事 我們知道834周年 太子站外 B1出後處 大批軍裝警員戒備 並且有反恐特勤隊 站崗巡邏 有戰術巴士停泊在太子站外 入夜之後 一個親身上村有 Flowers are not allowed 衣服的80後青年 Brian 在背包插上一束白花 現身太子道西 和彌敦道十字路口 隨即被多名警員截查 我放行之後 Brian再過馬路 並向太子站B出口一個宮 然後再一次被警員截查 所以才有兩次 Brian在獲放行之後 才向記者表示到 警員警告他 不可以放下花束 和需要離開太子和旺角 但就沒有提及 為何需要離開 他說 當晚前來 831晚上前來 大家都知道的 不需要多說 一切盡在不言中 另外一位79歲的潘先生 同樣高舉白花 向太子站放向鞠躬 有圖人讚賞說 好爺 潘先生就向記者表示 很多鬼要拜一拜 又說 樣樣都怕 就什麼都不用做 潘先生拜過一次之後 過馬路 去到警員 重裝戒備的B1 出口再拜一次 結果 就被警員截查 說他的行為引起多人的圍觀 有機會被控 擾亂公眾秩序 潘先生其後 獲得放行 其實警察都怕 因為你這樣搞 引起人群的罪責 他怕過大家 另外 在庫商劉公子 劉定誠 亦都現身太子 並且拍下了警員駐守的相片 劉公子 劉定誠 說 昨晚 特意來 是因為出得就出 有這麼多人去了海外 香港剩下這麼少人 我沒理由不來 他說 稍後就會去旺角黃店 一天三餐購買外賣 因為很快就會關門了 好多謝譚文豪開了這間這麼好的 浩頭 也都祝福譚文豪在獄中 繼續身體健康 精神抖授 劉公子就說 會為今天的打風做好準備 另外 呂長毛 呂玉蓮 和牙醫 李盈芝 也都有到場散步 有市民仔後巷 放下了兩朵紫白花 和一枚電子蠟燭 大家知道 是甚麼事 所以 大家的正氣在心中 大家沒有忘記 我們沒有忘記 香港人 不會忘記 共產黨最害怕的 標籤這麼多事情 搞國安法 善惑罪 基本法23條 又搞軟對抗 又拉人 又封艇 打壓文學 打壓藝術 打壓電影 打壓音樂 搞這麼多事情 推蒙大家 怕之後 有一種麻木感 之後忘記 恐懼 麻木 忘記 冷漠 希望這樣 各位 共產黨 你收皮 我們絕對不會這樣做 考驗大家 露遙之馬力 日久見人心 考驗大家這種 韌力 警方仔 昨天發生文稿 呼籲市民 不要誤信網上的 煽動性謠言 並說 網上有人散布 不索實的軟對抗 表示極度關注 他說 重新發生一事件 早已證實純粹指虛烏有 仍然是別有人心人事 別有用心人事 以謊言攻擊特區政府 抹黑警隊 企圖以危害社會安寧的手段 達到政治目的 這是他一生情的說法 所以我們沒有忘記 我們會繼續堅持這件事 堅毅撤行 這些是我們 講得出做得到的事 所以我說 每年的八三一都是這樣做 全球還有其他地方 悼念的 不是悼念的 紀念這個活動 譬如說 其實悼念紀念 意思是類似 即是說 commemorate這個活動 紀念這個活動 各位多倫多 也有很多人的活動 我們看到在其他地方 都會有有關的活動 不知英國 不知多倫多 我們在洛杉磯都有 有關的活動 所以我會知道 其實有沒有一個外遣的活動 不是最重要的 譬如今年台灣八三一 我所知就沒有一些公開的活動去辦 但我相信 一個奉練過節 612721831101都會辦 重點不是有沒有外遣的公開活動 這個當然是重要的 沒有人說這個不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記得這些事 我身為一個評論人 我覺得有一個責任 去remind大家這件事 昨天出的影片 今天出的影片 我們不是為了什麼錢不錢的問題 我的錢基本上很多都是 給台灣港協會的會務 我的最重要的一個 mission 或者責任 喚醒大家拒絕為亡 不要忘記 甚至希望將真相逐步揭露出來 但由於香港已經我們 跌不到的地方 所以很靠留下來在香港的人 繼續挖掘這方面的真相 很多香港人去到太子障礙 去到悼念憲法 是非常勇敢的 所以我們覺得對勇敢的香港人 我們要讓你致敬 因為你們承受的監聽監視恐懼 甚至每天 超早5點6點 怕人家拍門 搜屋 甚至不定期的恐嚇你 這件事相當嚴峻 在職場上 你說你是站在民主自由的一邊 反對香港警察一邊 肯定被人家告密 甚至會被人家出賣都不行 所以我說 很多東西大家溫存這個善念 不求不其功於一夜 不求飛鵝撲火 我們要的是 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 等運動 我們要記住 深深念念 真相是甚麼 善良是甚麼 正義是甚麼 這一個要在心裏面摘根 不是無本之木 不是無水之源 絕對是需要大家銘記 拒絕遺忘 守護公義 我們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 在心裏面摘成